我是覺得市長要跟上我 對不對 我們已經試試看了 再生一個 你再生一個 你生一個我就生一個 好不好 一句話 這句話可能讓市長夫人聽得好害怕 台北市長蔣萬安到議會參加新春團拜 民眾黨的四寶爸議員張志豪 分享包生女的秘訣 但蔣萬安光照顧三寶已經有夠累 大家看我的黑眼圈就知道 我想太太比較辛苦 這次自然產所以恢復得很快 三寶也很乖 是一個天使寶寶睡得也很好 所以這部分很謝謝三寶的體諒 只是來參加團拜的議員們不多 國民黨加五黨籍七位 民眾黨來了兩位 民進黨一個都沒來 議員們紛紛向蔣萬安祝賀 但不只照顧小寶寶淚出黑眼圈 台灣燈會2月5號登場 今年遺失台北舉辦 國父紀念館的燈飾 被酸市台北市府重現華國美學 後來才發現這是交通部的燈座 被指示綠營側翼又翻車 這一次的台灣燈會 其實是由交通部和台北市政府 我們共同合作 所以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各自的責任燈區 我們都尊重每一位作者的設計 以及原創理念 希望跟中央攜手辦好燈會 北捷環狀縣經營權30號也要移交給新北市府 為了不影響市民權益 雙北將會共同經營一段時間才會完全移交 以六個月為這個原則 大概等到它平順的這個交接 等到整個南環北環狀都完成的時候 絕對是由一家公司來做經營 除了環狀縣 台灣燈會睽違23年後重返台北 對蔣萬恩來說是硬仗也不必要順利進行 TVBS新聞最終局黎平開的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